丰严雅序公元2021年4月30日 女书主讲张伟明教授 张教授请开讲 谢谢您 谢谢 谢谢小文 谢谢大家 今天有给我这样一个机会 让我来分享 真的是十几年前 将近二十年以前 就是我做过的一件事情 但是就像两位教授刚才提到 其实在十九年前 我在做女书的时候 我真的是不知道我在 那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只能是说 这是一个真的是 我人生中的一个机缘巧合 女书是我一生中第一次 接触纪录片 可以这么讲 我是北京电影学院 故事片摄影毕业的 我是摄影系毕业的 就是刚才说到这个张艺谋 这是算是我的同门师兄了 那我们都是故事片摄影 所以我其实毕业以后 就是一直在拍纪录片 那么就这样一个偶然的一个机缘 就是我有机会接触到纪录片 我一直都在拍故事片 我都是在就是电影学院以后 都在拍故事片啊电视剧啊 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 就是很奇特的一个机缘 就是我呢想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 这个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真正拍这个片子 实际上是1994年开始的 这部片子的完成呢 是98年完成的 所以这个看起来都已经是 真是20多年过去了 我来 好我现在来分享一下 就是当时的这个缘起 是怎么一回事情 就是在我这个后面这个背景哈 就是一份女书 这是一个原 就是按照原来的照片哈 这个女书来来做做这个制作背景的 这个女书呢是什么呢 其实在我当年拍摄这个片子的时候 其实也是忙忙懂懂 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始作俑者 我不能take这个credit 这个是一个加拿大的一个导演 就是当时特意从加拿大过来 要到北京 要到中国找一个女摄影师 然后他我就是有幸 他就来找到我 所以他说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片子 我必须要一个女的设置组 女的摄影师来拍这个片子 那当时我进入这个片子的时候 我是这个摄影师 我一会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当时的一些一些片段 那在此之前呢 我想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部片子是一个怎么回事 这个片子是一个纪录片 我后面呢 当然就是随着我在美国留学以后 又学又继续深造 然后又得到了这个多媒体的这个学位 那然后又开始用这个新的一个技术 我希望能够把这个女书 一个这样一个 就是中国非常伟大的一个女人 创作的这样一个文化 一个智慧能够传承出来 所以我做了一个中英文的 一个多媒体的一个项目 那我们先来找这个机会 看一下这个女书到底是怎么回事 Shang Tsuk-Jer 《The Greenland Hills of China》 《The Greenland Hills of China》 《The Greenland Hills of China》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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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展示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这个光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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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说话也可以听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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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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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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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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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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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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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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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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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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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老师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倒是觉得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他们志愿者 李宗盛 有朋友私讯者 李宗盛 我们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志愿者 李宗盛 做翻读的 这种沟通方式 我是没有这个本事 我是只能是望远 因为我们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志愿者 李宗盛 女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 也有的时候也不太容易用这个文字来表述出来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如果用这个多媒体的形式呢 当时把这个声画 还有这个视频 还有这个文字 就是图案的动画 都可以在这样一个平台中集中展现出来 所以这个是当时的一个初衷 真是真正经冻人士 李宗盛 真是什么人家经历的那种旅一年之间 他告诉我说 哎呀我呼吸了张大千 曾经呼吸的空气 我那一刻真的是感动 所以大家下一次 我们继续下一周 同一个时间风言雅序 好那么黄教授 帮我们讲几句话作节吧 好吗 黄教授 黄教授 我知道我知道 我非常内心非常激动 内心非常激动 我还看到了杨焕仪老人的作品集 能够递到他面前 在他身前 这就是清华大学的赵教授 他们的做的贡献 所以我就想到 这样一个文化的空间啊 怎么能够有一个更宽广的一个领域 来让更多的研究语言学 研究文学的这些学者们 年轻的学者们 能够看懂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里就有一个怎么传播 比如说南加大 有一个东亚研究中心 他能不能够举行这样的面对面的讲座 跟学生见面 耶鲁也非常重视这个东亚文化的历史和收集 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在美国的重点大学里面 来做这个传播 因为我们这个ROOM的这个探讨呢 空间还是比较小 可是这个作品的意义呢 已经超过了我们这样一个小空间 我觉得像赵教授清华大学的 像张伟明也是 旧金山大学的终身教授 他能够把这么多的经历 特别是很有感情的 面对这些老人 哎呀我这个内心 就充满了一种激动 我就觉得现在这件事情 要不止于我们这样一个 ROOM的一个空间的交流 能不能够有办法到电视台 或者是洛杉矶有一个18台嘛 中文18台 还有哪一个华语台或者是英语台 在电视上来传播 我希望把这个 我们做的这个记录片段 这个影像能够在几个大学里面 让更多的学生看到 就不辜负了这个张伟明教授 还有清华大学的赵教授 他们做的贡献 让美国的年轻学子们 能够更加的亲近中国的文化 这有助于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 民间的文化的互动和交流 我觉得这个项目的意义 还可以一点一点的生长和发展 我想这个作品的经典性 就在于他们的 他的生命力会慢慢的显示出来 但是这件事情要做工作 要去做传播 不止于我们这个小的空间 我希望有更大的空间来发展 然后我也再一次像 张伟明教授 自己 由衷的敬意 他这样的 全心全意的 来做这个事情 持之以恒 很长很长时间这样来做 这确实是需要一种内心的爱 要对女性 像陈杨焕怡这样的老人 充满着内心的敬重敬仰 这种感情比什么都可贵 这种情怀比作品更可贵 所以我总是希望他能够更多的传播 让更多的美国学者 来了解中国文化 亲近中国文化 促进中美之间的民间的情谊 这对两个国家来讲很重要 特别在当今 中国崛起以后 美国呢不甘心 那么这种条件 那么我们怎么让民间能够更和谐 跟亲近这件事情 它可能起的作用 慢慢慢慢会显示出来 我希望这个作品的经典性 和它的生命力 不断不断地蔓延开来 我相信也是清华的赵教授 和张伟明教授 他们内心的愿望 好 我再向你 向伟明老师 伟明教授 我作为一个年纪大的冒铁老人 也再一次学习了 好 谢谢 非常感谢黄老师 谢谢这个黄教授 特别从北京 连线 这个黄教授 是张教授的这个 恩师 同时也是这个中国电影界的 这个德高望重的长得 非常感谢您 好 今天非常感谢大家参加 今天的风言雅序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好 晚安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最后的这个 这个女生 和我的名字 好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 好 晚安 谢谢 晚安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